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又该如何续写 今日看世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为身体的原因宣布辞职日本政坛进入过渡期 截止到目前自民党内部主要的七个派会啊 已经有五个是导向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 那这位平民出身的务实派政治家也成为了接任首相之位最为稳妥的人选 那伴随着安倍两次败向菅义伟已经两次入阁 他也打破了担任内阁官方长官最长的记录 是安倍政权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支柱 2019年4月由菅义伟所发布的日本新年号令和 哪让这位令和大叔在日本的人气窜身 那如果菅义伟成为新首相的话 安倍的内政外交政策有望继续稳定的执行 他将领导一个没有安倍的安倍政府 那根据计划资民党会在9月14号举行总裁的选举 接下来16号召开临时国会将会选出新首相 那无论如何伴随着安倍的谢幕 日本政坛将进入一个相对动荡的时期 他的继任者能否稳住政局带领日本应对疫情 经济外交等多重的挑战成为焦点 后安倍时代提前到来 日本政坛无尘巨变风雨异动 每逢总裁选举或首相危机 日本自民党内派伐活动就会异常活跃 密室政治屡见不鲜 被认为是安倍路线继承者的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在宣布出马参选自民党总裁后 自民党细田派 麻生派和竹下派 二阶派等主流派系 均表态支持 菅义伟也从首相角逐等脱颖 将三人对决演变成了solo独秀 除了派伐暗勇 此次自民党选举的另一个玄机在于选举方式 本次选举采取自民党国会议员部分党员代表投票的特别方式进行 减少了地方投票比例 此朝一出被日本各界认为菅义伟当选已毫无悬念 因为一旦采取常规方案 党内反安倍代表人物在地方上拥有较高声望的石破帽 就有望携基层民意制衡党内派伐 或许有机会与菅义伟一搏 日本舆论也认为这是日本自民党的一种密室的政治 也就是说在还没有投票选举之前 就已经基本确定了谁来当党的新总裁 和谁将出了新的首相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新的候选人是协商产生的 跟世袭或官僚出身的精英政客不同 今年71岁的菅义伟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年轻时代有过底层打拼的经历 这使得他更能体会民间疾苦 但与岸田文雄石破帽两位主要竞争者相比 菅义伟的外交能力弱势也较为明显 日本的各界对于建议为成为首相 大家还是比较看好 觉得对日本的世袭政治会产生一种冲击 觉得平民通过自己的努力 也能够成为日本最高的领导人 是一个比较励志的故事 将会鼓励许许多多的平安家庭的年轻人 到城市里面奋斗以后看到了自己的一个榜样 如果胜选作为政坛清流的菅义伟 在接下来一年任期中 不受党内几大派系束缚也并非一世 如何凝聚自民党内共识 如何推进政权平稳运转 都将是不小的挑战 政治家的儿子长大之后依然是政治家 这是日本政坛的真实写照 在安倍晋三担任首相之前 他的家族就曾经出过两位首相 一位是他的外祖父安信介 另外一位是他的外叔祖父佐藤荣佐 祖孙三人在日本战后执政近20年 如果不是安倍的爸爸 安倍晋太郎在1991年即将出任首相之前 因病离世 安倍家族其实有望出现一门四项的盛况 当前日本的五大政治家族长期把持着政坛 分别是安倍家族 麻生家族 小泉家族 纠山家族和福田家族 他们被称之为新门阀 突出的表现就是父子首相 一门三项或者四代为官 不仅如此 各大门阀家族也通过报恩文化 彼此之间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说前首相小玄纯一郎的恩师 前首相福田舅夫 就继承了岸信介的政治遗产 而福田舅夫为了报恩 又培养了岸信介的女婿 也就是安倍晋三的爸爸安倍晋太郎 安倍晋太郎又提拔了小玄纯一郎 小玄纯一郎在任时 又提拔了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 如今在安倍晋三的护航之下 小全的次子 39岁的小全晋次郎 正向首相的宝座 稳步前进 如此循环往复 声声不息 那根据统计日本政坛一百多年来 平民出身的首相 只有一位 就是1921年在任时被暗杀的 第19任首相袁静 在这种情况之下 既没有任何政界的渊源 也不参与派伐纷争的菅义伟 就成为了很少数的存在 尽管多年来 外界对于菅义伟角逐 相位的呼声很高啊 但是现实是 日本平民阶层 已经很难撼动根深蒂固的 门阀政治和精英政治文化 那这一次 菅义伟如果能够打破门阀政治传统 为日本政治带来一点新意 也值得清一代 令和大叔距离问鼎 尽一步之遥 明治维新 使日本走上了富强的道路 但这场政治变革 并非全盘西化 很多的幕府时代 门阀贵族 得以保留传承下来 各个门阀家族之间 盘根错节 又编织起了一张 细密 牢不可破的政治关系网 这些共同造就了如今 由五大政治家族 把持下的日本政坛 以安倍家族为例 安倍家族与岸家族 和佐藤家族 均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同时 与吉田家族和麻生家族 也有亲缘关系 此外 在日本政坛活跃的福田 纠山 小泉等家族 也大多与安倍家族 有着师生 同僚等亲密情谊 正因如此 三代从政积累 的政治资源和家族底蕴 让安倍晋三 自迈入政坛起 便扶摇直上 步步青云 也因小泉淳一郎 曾备受安倍父亲 安倍晋太郎照顾 所以 在小泉淳一郎执政的五年里 安倍晋三 一直被委以终任 安倍执政以来 日本参众两院 经历过三次的选举 自民党一家独大的局面 已经非常稳固 长期担任首相的安倍 也组建起一支安倍晋卫军 可以预想 未来 自民党内各派 想要角逐首相 都离不开安倍的支持 离开首相之位的安倍 也大概率不会远离政治中心 很有可能继续扮演 幕后大佬的关键角色 眼下 菅义伟获得自民党内的广泛支持 但也不排除菅义伟 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政权 有猜测认为 安倍或希望通过菅义伟平稳过渡 最终达到 将权力移交给小泉纯一郎的儿子 小泉晋次郎的目的 因此 接下来菅义伟的新内阁中 小泉晋次郎的委任也备受关注 总体而言 无论谁将当政 未来一年 日本政府的政策重点 将集中于疫情管控 恢复经济和筹办东京奥运会等方面 继续延续安倍政府政策的可能性较大 明年9月 自民党总裁选举将是关键时间节点 届时 总裁选举结果 或对日本政坛格局造成重大影响 二战结束之后 由美国所主导的宪政改革 带来了西方民主制 却没有根除日本的世袭门阀政治 近年来 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 都推出了新生代的政治代表 两党也难逃门阀政治 统计显示在304名的自民党议员当中 有124名世袭的议员 世袭率达到40.8% 而日本的国会总体世袭率是33.8% 从家族成员从政历史来看 小泉淳一郎的家族可称得上是第一政治家族 如今日本国会已经有119年的历史 而小泉家族成员在国会的历史则为99年 政治家的世袭是封建时代的一种表现 无论是合纵还是连横 日本首相的更迭都无法超出这五大政治家族的掌控范围 与其说日本是由和平宪法和文官体制所保障 倒不如说这种此消彼长的政治门阀平衡 才是维席日本稳定的根因所在 在门阀政治往往造成的一种独大 或者是容易使政党出现保守狭隘的一些倾向 但是呢 日本这种世袭色彩浓厚的模式 短期之内仍然看不到终结的可能 就在安倍宣布辞职的同时呢 他刚刚打破了记录 成为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但是像他自己说的 对于政治领导人的评判标准 不应该是执政的时间长短 而是所取得的成就 安倍二度拜计曾经有三个心愿 一振兴日本经济 二举办东京奥运 三是修改和平宪法 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却让他多年的筹谋一一落空 首先是经济方面 2012年底安倍上任之后 就提出了安倍经济学三支箭 希望能摆脱通货紧缩从振经济 而疫情发生之后呢 今年日本的经济是大幅度的下滑 仅仅以第二季度GDP为例 是负的27.8% 这是战后的最低值 安倍经济学过去七年多所创造的成果清零 其次是东京奥运会 记得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 东京八分钟 安倍特地还装扮成了马里奥的形象 颇有趣味 但是奥运推迟了一年 安倍奥运经济的希望也落空 这也重演了他的外祖父无法以首相的身份 现身奥运现场的命运 第三是最能体现安倍野心的修宪 这也是受到了外祖父安心界的影响 安倍很渴望摆脱战后体制束缚 修改宪法第九条 解禁集体自卫权 并且还宣布2020年是新宪法的实施年 但是随着安倍的辞职 修宪恐无法推进 安倍的政治遗产也成为了政治遗憾 自2012年底上任以来 安倍就提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包括推动宽松货币政策 扩大财政支出 结构性经济改革 希望以此重振经济 安倍经济学让日本逐渐走出 长达15年的通货紧缩期 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1万亿日元 但这轮经济复苏周期在2018年10月达到顶峰 并开始走下坡路 原本安倍期望借2020年东京奥运会 进一步拉动日本经济 然而天不遂人愿 新冠疫情沉重一击 将安倍经济学产生的效益尽数抹平 而这原本是安倍希望留给日本的政治遗产 除了搁浅的安倍经济学 祖孙三代跨越时空的修宪大计 也成了安倍未完成的缺憾 安倍上任以来 一直把修宪放在自己政治报复的首位 2015年9月 安倍政府不顾在野党和大多数民众反对 强行在国会通过安保法案 正式为修宪铺路 2017年 安倍再次提出要将自卫队明文写入宪法 赋予自卫队合法性 并宣布2020年为新宪法实施年 但由于新冠疫情打击 今年日本国会仅讨论过一次修宪问题 作为准备工作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 至今也无从谈起 对于安倍来说 他最大的遗憾是为了实现对于宪法的修改 那么建议为 他会不会继承安倍的政治遗产 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实现修宪呢 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他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政治强势 所以修改宪法很可能会成为自民党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悬案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安倍给人的印象是勤勉的 身段柔软八面玲珑 有时有点滑稽 2016年美国大选时 安倍积极为希拉里摇旗呐喊 但是特朗普最终当选了 他又二话不说 立刻飞复纽约 没有任何外交礼遇 就为了和特朗普匆匆见上一面 当特朗普展现握手神功 故意捉弄安倍时 安倍除了尬笑 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意见 特朗普第一次访问日本时 安倍上演了一场高尔夫外交 安前马后全程陪同 不想在球场摔了四脚朝天 还被日本电视台一遍又一遍的播放 弄得他很是狼狈 在对俄罗斯关系方面 一方面安倍和普京 谈归还北方四岛的问题 而且谈的也并不算愉快 另外方面 又和普京见面的时候 面带笑容一路小跑过去握手 十分谦卑 当媒体嘲讽他丑态百出时 安倍解释道 这就是遵循君子抱变 也就是为了国家和国民 可以丢掉面子 这才是作为领导人应该有的姿态 面临着战后空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 安倍可以说是游走于三墙之间 有惊无险的在中美俄大国博弈行走无阻 放下身段维护着日本的国家最大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 安倍至少不是一位空谈的政客 而是一个务实的政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成为了安倍无法完成的政治遗憾 无论内政还是外交 安倍都有很多未尽之事 因此有日媒调侃 安倍最大的成就是创纪录的认知时间 当然他或许也幻想过更多美好的梦想 比如说邀请美国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金正恩委员长 参加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随后举行日美朝三国首脑会谈 伺机解决被朝方扣押的日本国民问题 奥运闭幕后 亲自前往平壤迎接日本国民回国 然后在日本国民的一片欢呼声中 再次提出修宪 如若能成功修宪 他将作为首个成功修宪的首相名垂史册 然而伴随着一场新冠疫情和他的离任 这些梦想终归成了进花水月 对美外交一直是安倍外交领域的重中之重 8月31号安倍在宣布离任的第四天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 这也是他们两人第17次通话 安倍表示下一届政府会继续与美国展开紧密的合作 也希望美国放心 那随后特朗普在推特章中就表示 美日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友好 并且称安倍是日本最为伟大的首相 安倍政府尽管强化了日美同盟的对华针对性 积极构建以美日印澳为主的印太战略 但是也并没有破坏中日关系的大局 从2017年6月以来 安倍多次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并且在2018年实现了日本首相时隔8年之后的再次访华 中日关系在安倍执政的后期有所缓和 目前中日关系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呢 还是中美关系的变化 无论是接下来谁当选美国总统 美国都不会放弃对华的全面打压态势 日本在大方向上并没有多少的选择余地 只能与美国站队 那近期美国还宣布将会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 日本就是首选的阵地 中日关系将会受到新冲击 日美同盟是二战之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 几乎每一届美国政府都会重申 日美安保体制是保护美国在东亚国家利益的基石 特朗普上台后着力推动美日军事安全合作 安倍晋三也多次表示愿与美国加强同盟关系 在今年美日同盟纪念安保条约签署60周年的大会上 安倍就在致辞中申请呼吁日美双方要互相保护 进一步增强同盟的力量 发言的最后 安倍还不忘强调要把日美同盟再进行100年 安倍政权虽然在军事安全问题方面追随美国 但也并非一步一趋 在安倍宣布辞职后的一天8月29号 日本防卦城河野太郎赴关岛与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举行会谈 双方谈论的话题之一就是美国要在日本的秋田县和山口县 部署陆上宙斯盾导弹拦截系统 原本这两套系统是去年谈成的协议 但日本一直拖到了今年6月 最后才亮明态度叫停部署 让日本做出这项决定的首要原因是钱 两套系统从军备到训练费和维护费 日本一共要花费40亿美元 不仅如此 导弹拦截系统还存在着技术问题 一旦发射 助推器等零部件可能掉落在居民区 这还不算 如果按照原计划部署 日本非常重要的城市 东京和大阪根本不在保护范围之内 但美国领土夏威夷和关岛却包含在内 另外从中日关系上看 美国一旦将陆上宙斯盾导弹拦截系统部署在日本 中日关系将面临必动山摇 对此日本肯定要三思而后行 日本在美国面前从来没有独立外交 那么尤其中美关系紧张之后 美国还要搞一个所谓八国联军性质的对中国危罪堵截 它第一环当然是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这些国家了 还有一环就是韩国 日本 你像美国战略模式叫胡顶模式 胡顶模式就是以它为一个身体两个翅膀 一面就是日本 一面是英国 主要是对欧亚大陆 那么中美关系紧张 美国当然希望日本完全跟着美国走 但问题来了 日本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力 外交上又必须去中美国 这就意味着如果完全去中美国 日本能付出巨大经济代价 这对资本主义国家 日本来看又绝不允许 所以既不能得罪中国失去市场 又不能得罪美国失去盟主 所以从这一讲讲 安倍是主客观两方面双重打击 他确实没有办法再勇敢面对这一切了 于是把这些烂账烂坛交给后人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博江指出 美日之间的矛盾概括起来 就是经济上的榨取与反榨取 政治上的控制与反控制 对于美国而言 后安倍时代由谁上台掌权 并非问题关键 谁能对美国的有偿军事援助做贡献 才是问题所在 纵观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 日本虽然在靖国神社钓鱼岛问题上没有让步 但是中日并没有因此而产生重大冲突 中日经贸人文交流正常 政治关系也没有明显的恶化 在疫情爆发之后 日本援助物资上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的失去也令中国社会倍感温暖 访日的中国旅客旅创新高 那民间的交往热络 其实也反映出安倍时代 中日政治关系相对稳定 当然日本对华的政策也显示出两面性啊 一方面改善中日关系 另一方面继续捆绑美国对华进行的战略对峙 例如近期日美房长会晤啊 就再次确认了钓鱼岛 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 那中日政治关系也难以靠得太近 但作为近邻和重要的贸易伙伴 中日两国的利益关系非常紧密 在对抗与合作之间摇摆 将是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的主要特征 安倍晋三是日本国家利益的维护者 在中国问题上强硬是他的底色 同时他也保持了在灵活性上的开放 2006年安倍第一次当选首相后 不但实现了对华破冰之旅 还推动双方构建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而随着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次当选首相的安倍 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 明确采取了依托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 当时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政策 为安倍的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安倍顺势提出了所谓零行战略 联手美印澳共同遏制中国 不过在特朗普上台后提出了美国第一的口号 安倍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的极端对华强硬政策 其实是将日本置于危险之地 于是从2017年开始 安倍政府积极调整对华政策 此外中国访日游客的爆买 对日本经济振兴的帮助 以及日本国内依然有很强的中日友好力量 等一系列因素 最终促成了2018年 日本首相时隔8年的再度访华 中日关系出现转环 但日本现在对华政策的改善 还只是一种策略的调整 并不是战略的改变 和美国联手遏制中国的机制还在加强 而维系中日友好关系的机制建设 则几乎没有 所以后安倍时代 如何在中美对峙持续升级的情况下 处理日中日美之间的关系 将成为日本外交的最大课题 如果建议为当首相的话 从他过去七年多的 带着内部官方长官的历史的发言当中 我们看到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面 建议为没有太多过激的语言 那么像他的父母 曾经在中国的陆北地区生活 他的两个姐姐也出生在沈阳 应该来讲 建议为对于中国还是有一些感情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必须注意到 这一次全力支持建议为出任首相的是 自民党的干事长二俊博 那么二俊博是日本亲中派的代表人物 所以建议为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当中 二俊博一定会给他一些引导 因此我们可以预估 在建议为的首相时代 中日关系他只会向好 不太可能会出现大幅的倒退现象 后安倍时代 是否能维持理性还是未知数 当今世界的发展 究竟是继续全球化 还是慢全球化 甚至逆全球化 斗争愈发激烈 作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受益者的日本 在重大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 将不得不审慎应对 不重前行 注射 二俊卓